大家好,我是EroCar Array 今天是2019年7月5日 今天我想說的是Touch screen Touch screen將會很快 Touch screen在汽車之後會變得很快 人們會瘋得很快 螢幕近年已經廣泛應用在手提電話 但輕觸式操作電腦的螢幕仍然未補給 大約螢幕的生產相預期 在新一代電腦作業系統推出的配合下 傳統電腦螢幕會加快被淘汰 輕觸式螢幕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 不過目前在電腦螢幕的市場佔有率 仍然不夠百分之二 但自從視窗側軟件推出市場後 相信傳統螢幕將會加快被淘汰 有專門研究輕觸式螢幕的公司預計 三年內輕觸式螢幕在市場佔有率 會大幅增加至三成 Touch screen會很快 Touch screen觸摸一屏 Windows 7之後 我相信一至兩年已經大量普遍了 這些螢幕其實是一個 我們稱為新的生產線 我們對它的期望是非常高 我想說 現在全部東西包括你的 door handle 你的 eye drive MMI 即中間的三機 全部的錶板都是Touch screen 在家裡 你想想一件事 現在的車子 連波棍的選擋器 和空調的開墻 都是用電腦控制的 以及入車頭的冷氣和水箱的風險 都用實物電腦管理器 在家裡 好像同意輪燈台 是否很和諒 不要緊 那便上車 同意輪燈台 這個東西才出來 再上一次 再上一次 台運輪燈台 這便很無聊 再檢查台運輪燈台 這個東西是修平 就是這樣 正不正 你想想一件事 你在家裡 你的洗衣機 你的風筒 你的電飯煲 你的煮食爐 或者是在家裡 燈制和冷氣 你會不會想 想搞一輪 Touch screen 開電視 開個風筒 開個冷氣 然後 摩托 然後 Touch screen 這樣選擇 你的煮食爐 什麼模式 我想 多數人 是不想 如果你想 你給你一個原因 你自己 你給你一個 也是不會想 你去到處裏 你會不會想 你去到處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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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菜 我去到處裏 产生很多問題,零件更換,廢物,撞車 因為你太多時間在攪拖鏡頭 當你的車不能損檔,或者是驚喜時 你需要拖車,連車移動到安全的位置 在一些軌道裡面的程度都沒有 現在的車載沒有尋找不到 診斷不可,那些比較實際 你會不會將同樣的東西 在家中,你不想發生 不想它放在牆壁裡,開電際、抽氣線、煮食路 開冷氣,不會想這樣做 但是你竟然會在汽車裏面 想會出現在汽車裏面有這樣的裝置 那你覺得是否合理呢 我不是反對古事件 但是我覺得我是反對新的事件 即是它是不不理解的 有些新火技當然好 但是現在好像已經過關了 那大家自己考慮一下 我覺得現在好像 被車主走到無路可走 那大家想想自己的去向 OK 那這是我的意見 各位的意見